大家平安 回家真好 很快 上一次回来是去年了 去年大概七月的时间 今年又有机会能够回来 我刚在想 每次回来都会看到新联 今天看到有很多人要受洗 这个很感恩是好事 今天我看到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要祈祷 我们要更多的传福音 让更多人认识耶稣 好 今天在我分享以前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明天有一个很特别的营会 明天27号到29号 这三天 有一个营会叫做夫妻营 对 这次的父亲 他们是从台湾的对夫妻 带几个童工 一起来办这个营会 去年我有去到台湾 参加这个营会 然后呢 今年他们飞来 所以我们不用坐飞机 就可以参加这个营会了 对 那个营会会在巴德巴哈 然后很多人会想说 我为什么要参加夫妻营啊 是不是我夫妻关系 有问题才参加 我去年参加夫妻营的时候呢 不是因为我夫妻吵架 可是我发现到参加夫妻 不一定要吵架去的 可以开开心心去的 当然不管什么情况都可以去啦 但是我去的时候发现到一个好处就是 我有时间可以跟我丈夫聊很多 平常没有时间可以聊的一些话 对 然后在课程当中 有时候会提醒 然后我们就有时间讨论 让我们夫妻的价值观 看见越来越相同 对 然后呢 其实参加夫妻营啊 不一定不只是为了夫妻两个人 我最近就跟一个姐妹讲 刚刚她结了婚 我就问她说 你结婚为了什么 丈夫爱妻子 妻子爱丈夫 相爱 到最后有什么 我爱你 你爱我 两个人死了 过后有什么 全部都在棺材里面 所以两个人相爱一定要有目的 所以夫妻两个人不但要相爱 我们要知道我们两个人成为一体 这个一体神的使命和托福是什么 所以你参加这个父亲呢 如果你时间可以安排的话呢 这次去呢 你不但是要更加相爱 我们要找到我们两个在一起的 目的跟使命 所以你带着心态呢 不是只有为自己 为丈夫去 你还有更大的使命 你就是为耶稣 为了别人去 因为你要为耶稣 可以给耶稣更好的使用你们 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夫妻 遇到困难 你被装备了 经历了 就可以更好地帮助别人 所以在座的 如果你有时间 夫妻们 我们明天安排时间一起去参加夫妻营 所以他们今天等一下去完会过后呢 在以林医院会有最后最后最后的报名 如果你想报名的可以到楼下报名 不然可以找约瑟 所以我鼓励大家 我们带着一个更大的心胸 去参加夫妻营 好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 我改了一个信息题目 所以今天我想分享如鹰展翅上腾 因为昨天晚上分享的题目 我发现到这个题目 有点太大了 所以我把它缩小一点 所以我今天只讲你的讲义的第二面 所以第一面今天我都不讲了 我讲第二面就好了 所以我会改了一点东西 你不要生气 因为我真的心里面感受到这个上帝要对教会讲的话 就是我们要学会如鹰展翅上腾 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你的心意 你要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 祷告祷改变我们的眼光 祷告祷改变我们的眼光 透过我们耳朵所听的眼睛所看的 祷告祷改变我们的心胸 让我们看见 祷告祷改变我们的心胸 让我们看见的 祷告祷改变我们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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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耶稣 谢谢耶稣 我奉耶稣的名要断开一切的小心和疑惑 我奉耶稣的名要断开一切属世的观念跟想法 圣灵我祷告祷改变我们属灵的眼光 我们需要祢的帮助 主啊 让我们能够从属世的眼光转向属神的眼光 带领我们过一个属神的生活 谢谢你耶稣 套耶稣 祷告 阿们 圣经有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 40章第31节说 我们来读 但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这里告诉我们说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人 所以这个月的主题 是讲到关于要祷告 那你祷告你等候神 是为了什么呢 不是要把你的问题告诉神 我告诉你啊 你解决啊 祷告不是时间到了 一定要祷告 因为我是基督徒啊 早餐 午餐 晚餐 可是祷告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等候神 等候神为了做什么呢 这里说等候神的必 重新得利 所以我们等候神呢 等来做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重新找到一个力量 当你重新得利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如鹰展翅上腾 如果我们没有得利的话呢 我们就没有利飞 所以基督徒呢 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呢 我们就得到了耶稣的生命 耶稣的生命呢 不是一个地上爬的生命 是一个天上飞的生命 耶稣的生命是一个老鹰的生命 所以祂说如果我们等候祂 我们就会像祂一样 能够如鹰展翅上腾 所以我最近就领受这句话 就是我们是鹰 我们不是鸡 和隔壁讲一下 你是鹰 你不是鸡 鸡跟鸡长得有点像 都有一个都是飞禽类 有翅膀 可是鸡跟鸡 过不同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人 我们是老鹰 我们不是鸡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他说什么呢 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捡血的族类 是有君主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然后什么 是属神的子民 所以我们信了耶稣的人 我们被选出来 我们做谁啊 我们做神 属神的子民 就是说属于神的 我们就是属于神国的人 所以神的国是天上的国 还是地上的国 神在哪里 属天的国 现在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虽然过地上的生活 可是我们是属于天上的人 我们过地上的时候 可是我们有属天的权柄 所以我们可以地上捆绑 天上捆绑 我们就懂我祷告是有权柄的 我地上释放 天上就要释放了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就有属神的权柄 阿们 当你认识到你是老鹰 你就会过老鹰的生活 老鹰的生活跟鸡的生活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啊 老鹰跟鸡有不一样哦 讲不一样 老鹰会飞 鸡咧 鸡飞两下就掉下来了 所以老鹰是属天的 天是老鹰在的地方 你要找老鹰 你不会地上找的 是吗 我们每次要看老鹰是怎样看啊 他地上只是休息一下 就往上飞了啊 所以老鹰是在天上的 你要找鸡在哪里找啊 不是那个找鸡啊 你哪里看啊 地上找啊 抓抓抓 他飞也不会飞多高 又掉下来了 所以鸡是属地的 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已经是老鹰了 但是我们还以为我们是鸡 所以我们是老鹰做什么呢 就地上爬啊 追什么呢 追地上的东西 鸡追什么啊 鸡找东西吃啊 他就看有没有虫可以抓 看有没有食物可以吃啊 吃别人吃生的食物啊 吃一点米啊 吃一点玉米啊 吃一点玉米啊 一看到丢食物了 就冲去抢啊 会打架 不不不不 因为要抢地上的食物 我们这些老鹰哦 有时候忘记我们是老鹰 我们也跟他们去抢 我们也跟那个鸡一起抢 抢地上的食物 活到就很苦 有时候会受伤 一被那个鸡咚咚一下 就受伤了 我忘记了我们是老鹰 but we have forgotten that we are eagles 弟兄姐妹 信了耶稣的我们 我们是属天的 我们是老鹰 老鹰应该怎么样呢 哥罗西书 我们要顾念上面的事 不要顾念地上的事 所以老鹰应该做什么 老鹰应该想上面的事 什么是上面的事 就是老鹰要想神在想的事 老鹰应该想神在想的事 神在看的东西 老鹰应该想要追求 神要我追求的东西 不是鸡 鸡是追求什么 想什么地上的事 想说哎哟我没有钱啊 我没有食物吃啊 我没有衣服买啊 我都要求地上的东西 老鹰应该想的是什么 上面的事 神要我学什么 神要对我说什么 神要告诉我什么 透过地上的事 祂要想天上的事 所以耶稣每次用地上的事 教我们天上的事 所以我们在做工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追求 钱 有一次我老公 他就跟我讲说 我做到有点无聊了 他有一点灰心啊 他讲我为这个公司 付出这么多 可是他们的 给我的待遇 没有达到应该给的要求 就觉得有点 没有力 可能说我们工作也会这样子啊 因为我们忘记了 我们跟其他一样啊 我们就是为了地上的事 在工作 所以有待遇好 我们就有动力 没有待遇好 就没有动力 老板好一点 努力一点 老板不好 没有心做工 我们动力在世上的事 我那时候提醒他 我跟他说 你在这个公司 反正不是永久的 神把你放在这个公司 有他的目的跟计划 你不是为了赚他的钱 在这个公司的 神要你做一些事 你要做完了 你就会离开了 他一转 一看到 神要我做的事 开始想 神要我做的事 在我公司里面 他重新就点燃起那个力量 他就发现到 其实对啊 我赚在这个公司 我不是为了那个钱 我来的是为了人 公司没有给钱不做的 这些人 是神要我去得到的 当你一想上面的事 你就过鹰的生活 当你想地上的事 我们就过鸡的生活 哪一个生活比较好过啊 当我们做老鹰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天上的事 就不是看地上的事 所以天上的事是什么事呢 天上的事是什么呢 天上的事是看不见的事 可是看不见的事 不代表不真实的事 看不见的事 可以是将来的事 可以是人里面的事 看不见的事 圣经说 看不见的事是永恒的事 看得见的事是什么 暂时的事 老鹰看中的是上面的事 不是地上的事 我在读书的时期 我就学会这个功课 有一次我考试的时候 我那天有时间读书 平常我家会很忙 所以我每次没有什么 办法把课本读完 可是神恩态 我都给我很好的成绩 八十九十一百 就很好分数 那一次我 机会读完书了 我就很开心地去考试 过后成绩出来了 那一次的考试 你猜我拿几分啊 我那时候拿36分 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号码 36分我拿的时候 我难过了一下 我想说 我努力了 只有36分 在我难过那一下的时候 神就在我心里面 给我一句话 神跟我讲 你很骄傲 我突然就醒过来了 原来我以为我很聪明 神说你的聪明只有36分 平常的都是恩典 你自己的聪明只有36分 所以那一天 我就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要谦卑 这个是看不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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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分是 看得见的事 哪一个比较重要 分数 还是生命 你顾念什么事 所以在做做父母的 做孩子的 我们顾念的是什么事 我们顾念的是 看得见的成绩 还是那个看不见的 生命跟品格 Are we concerned about the remarks the marks that you can see or the life that is unseen 鸚就会看天上的事 Eagles will look at things above 鸡就会追求地上的事 Ragicum will pursue after things that are earthly 我就发现到呢 原来那次我就发现到 原来每一次呢 我们考试 不管学校的考试 人生的每一个考试 都有两个成绩 我们人生也是有很多挑战 考试 很多的苦难 很多的问题 在考试当中呢 一个成绩是 看得见的 人的反应 环境 看得见的 老师给的分数 别人给的评语 看得见的 事情的发生 的果效 人讲你很成功 这是看得见的事 可是更重要的是 还有一个人在考 我们就 神在给我们分数 这是神 会给我们分数 谁会看你怎样去面对 这个考试 像那天我考试的时候 原来我骄傲 神讲说你骄傲 我马上悔改 至少刚刚好及格 神就在给我们打分数 你有注意到吗 你有天上的分数 我们是因 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分数 你就会在乎这个分数 你要拿高分 阿们 人讲你有钱你成功 可是神讲你很骄傲 不及格 人们会说 你很成功 但如果神说 你很愿意 你会败 哪一个比较重要 地上的 还是天上的 还是天上的 所以当我们看重什么 你看重天上的 你的思想 就会想要讲 得到天上的 我要讲在天上 神给我高分 我要讲 让神看了 我觉得满意满意 然后我就会追求天上的 然后我看重地上的 我看重钱 我就会想要讲 赚更多钱 我在思念地上的事 我就会想办法追求更多的钱 如果有人动到我的钱 我就跟他要 我就跟他斗过 因为这个是我看重的事 哪一个比较重要 天上的事 还是地上的事 圣经说 地上一切的事 都要过去 所以如果我们是 我们过鸡的生活 我们就经历不到鹰的美好 所以教会告诉你 做老鹰是很好的 我们已经有了鹰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很好的生命 这个鹰是在空中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不会受地上的东西影响的 昨天我在分享这一段的时候 刚好来有一个弟兄 他是从吉隆坡下来聚会 刚好参加昨晚聚会 他是一个画家 他专门画老鹰的 他就对老鹰很有了解 他就跟我说 老鹰在风暴的时候 他是飞在云之上的 所以风暴是在云之下的 风暴怎样爆都好 不会影响到他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鹰的生命 我们过这个生活的话 地上的大风大浪 有钱没钱 生病死都不会影响我们的 这个神要我们过的生活 一个不会被世界打倒的生活 在空中的 然后那个人跟我讲说 鹰眼睛很利的 他说鹰看得很高 看得很远 看得很准的 鹰眼睛会看到很高 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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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视线 可以看七八个公里 所以他从很高 可以看到下面 他一看准了一个猎物 甚至包括在水里面的鱼 他一看准了 他就会 一定会抓到它 所以鹰是在高空 他看得远 看得准 所以他看到了 他就一定会得到 所以我们是鹰的生命 但我们在高空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得到神要做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得到 我们在天空 像鹰的鹰 我们看到 这个是神想给我们的 我们可以得到 我刚刚结婚的时候 年轻人呢 就常常会晚上偷偷来找我 因为我丈夫在教会 是服侍年轻人的 那些年轻人呢 就不高兴我的丈夫 他们就偷偷来跟我投诉 他们就讲我丈夫 情绪化 有时候脸部表情 会让他们很压力 他们讲的我看一下也没有错啊 可是我刚刚结婚 如果一结婚 就跟我老公讲 你这样要改 你看到人不要这样生气 你要笑哦 他娶我已经很压力了 我在改他 他就崩溃 所以我一定不能改他 怎么办呢 我一定要做老鹰 看他要改给我改改 只是看得见的东西 是什么地上的事 所以我要做老鹰 我要看神讲看我的老公 所以当我静下来祷告的时候 神就提醒我婚前 祂给我那个应许 神告诉我的老公 是还没有被磨过的钻石 还没有磨过的钻石 看起来像什么 石头 好看吗 好看吗 普通啊 有些很丑啊 没有什么了不起 有些尖尖啊 都不好看啊 不美啊 所以眼睛看到是石头 可是神让我看远 它是一个钻石 现在看是石头 可是它是钻石 这就是老鹰的眼光 不是你自己自我 不是自我安慰地看 这是神给你看的 不是什么你尽管自己 但这是什么 所以神给我讲 这个是钻石 他们跟我讲 它有什么问题 什么软弱 我看一下 这个是钻石 它不会看的了 那些年轻人 只会看石头 可是神告诉我 这个是钻石 所以不可以伤害它 不可以丢掉了 一定要收住 收好来 保管 所以我就不会 骂它 不可以随便伤害它 因为这个是钻石 我就继续看神就好了 神这个你怎样会变钻石 你就帮助它变钻石 不是我来磨它 是神你来磨它 我动手了 如果钻石可能就不美掉 被割掉太多了 如果我磨太多了 可能本来是很大 给我磨到变小壳掉 所以我不要乱乱动 这个是钻石 珍贵的 所以给神动 可是真的很真的 一两年过后 神自己透过环境 透过人对他讲话 他开始发现到 怎么会这样情绪波动 因为我太过在乎人的眼光 他发现到有些人 他抓了太过紧 他应该放手 不是我讲他 是神跟他讲的 他就改了 他现在很稳定 很少看到那个脸出来了 那个脸 大部分都是平静的脸 有时候给他 你刺激他的脸 还是很平静的 慢慢发亮了 神让他里面的恩赐跟财干 就慢慢发现出来了 他以前是头比较低的 现在头可以抬起来了 今天我在上面讲 他在下面讲 他在英文堂分享 他开始被神用 他开始被我胆量 有勇气 他肯定会比我好的 因为他是大钻石来的 前一两个礼拜 跟我讲 他想说有一个公司 看中他 有一个很大间的公司 就看中了他 然后就要挖脚 出高价把他挖过去 比他的薪水高50% 要把他拉过去 我讲哇 这个钻石 现在有别的公司 也会欣赏了 他说哇 这钻石 甚至其他公司 会看到 他越来越像钻石了 阿们 神给你高空看 你看到 一定会得到 你如果是一只鸡的生活 你看不到的 你只会看到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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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一直 批评石头 神讲我明明 要给你钻石 你不要 我浪费 所以我们要 做硬的生活 往上看 所以问题 不是问题 而是你怎么 看问题 鸡 看问题 就是问题 鸣 看问题 不是问题 是挑战 是刺激 他看问题 是好事 所以鸣的眼光 是往高处 所以你要怎样 有那个鸣的眼光 你叫等候耶和华 你一等候耶和华 就必须重新得利 神就会改你的眼光 神会对我们讲话 神会提升我们的眼光 看天上的事 神会让我们看超越 我们现在眼睛 看到的东西 我们看到了 我们就会得到 所以在问题当中 不要眼睛 是看问题 记得我们是 老鹰 我们不要像私人 过鸡的生活 鸡的生活 你看如果我们在地上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一个人 我们如果开车 经过一个地方 看到那个屋子 哇 五层楼的 哇 里面有十辆车 还有 guard house 空地很大 我们就讲 哇 很大的屋子啊 这间 你有坐过飞机吗 你在飞机上啊 你看下面的屋子 那个五楼的屋子 跟一楼的屋子 有什么大别吗 差不多一样 是不是啊 差不多一样 你从高空看 地上的东西 就没有什么大不了 你在地上看 一百跟一百万 很大不同 你在高空看 一百跟一百万 没有什么差别 whether it's a hundred or whether it's a hundred or a million there's nothing different 比飞的越高 它越不重要 the higher you fly up the smaller it becomes 我们就不会计较 then we will not you know be calculated 他欠了我一万 他欠了我两万 你就不会计较这个东西 哎哟 高空 你看下没有什么差别 一万跟一块钱 差不多啊 you will not be calculated you know this person owe me 10,000 or 20,000 when you are seeing from a burst eye view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different 为什么会不一样啊 为什么没有不一样 一块跟一百万 死了都一样啊 when you die whether it's a dollar or you know a million it's the same 有差别啊 is there any different yeah it's the same 当你在高空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变得很 很小了 when you are on a burst eye view whatever that you see on earth is very small 很多的伤害 就变得很小了 a lot of hurts become very small 我们就会觉得 哇 它害了 伤了我这么大 因为我们 在地上看 you will not say that this person hurt me a lot because we are actually seeing from the earthly 所以如果你心里 很受伤 你一定要开始 等候耶和华 要往上面看 if you are very hurt then you need to spend time to wait upon the Lord so that you can be elevated above that you can see from a burst eye view 你看到了 就不一样了 whatever that you see it will be different 我记得 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I remember when I was hurt 第一次谈恋爱 oh you're the first time that I was in a relationship 我谈恋爱的时间 有一次有人跟我讲 你的男朋友 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after the first relationship you know somebody came to and tell me your boyfriend is with another girl 如果那个女人 是我的好朋友 and that person that lady is actually my good friend 伤不伤啊 do you feel hurt oh 痛 I feel so pain 我就去问他 真的吗 then I ask him is it true 感谢主他 坦白跟我讲是真的 and then he said agree and say he's so honest and say it's true 那个晚上 让我人生第一次睡不着 and that is the first time ever in my life that I couldn't sleep 平常三秒不到就睡着了 and normal times you know I know I won't get over three seconds and I fall asleep and that very night I know I was tossing and turning on my bed and I couldn't understand why i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you know what have I done wrong why is it that he's treating me like this and then what I'm going to be you know in future then I was very fearful because you know we still have to meet each other in the church and then what am I going to do and that night you know I was tossing turning on my bed and say God please save me help 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t was really a terrible night but that night to the morning God gave me a prompting God asked me which is more terrible is it being betrayed or being jilted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and Jesus was sold away by the people whom he loved being betrayed 由到他的门徒 卖掉他 卖掉他 卖掉他要去死 do you just betray him and then die 我只是被甩 我还不需要死 and then I was only being jilted I do not need to die 哪一个比较惨 他问我 哪一个比较惨 and God asked me which is more terrible 他再一问我就讲 神你赢了 你比较惨 我没有那么惨 I say God you went through more terrible times than me 高空的看 you need to see from earth 我一高空的看 我就看到 我的伤 我的痛 小小不了 from above when I look at down and say actually my pain and my hurt is very small 跟耶稣比起来 还要受苦 要上十字架 羞辱 就全部都要受完 耶稣 went through a lot of the betrayal that he went through more than me 耶稣 跟我讲的时候 我心中的感受 就改变了 and Jesus told me this and there is this change that is in me 我里面突然感受到说 很光荣 then I start to feel very different I feel that I'm honored 因为我有荣幸 可以体验 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 那个一点点的痛 I'm honored that I'm able to experience that little pain that Jesus went through when he was on the way to the cross 比我痛很多很多倍 可是至少 我有体验到 一点点 原来是可以这样子痛的 and the pain that Jesus experienced is much much more compared to my little pain 我就觉得 哇很光荣 神看得起我 给我机会体验 他的经历 then I find that God it's an honor that God let me experience that little pain that he went through 我想到 这么多人当中 不是每个人 都有机会被甩的 and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and not everyone has this opportunity to be jilted 耶稣爱我 给我被甩 Hallelujah and Jesus loved me and then I can be jilted by people 这个就是阴的眼光 and this is actually seen from an eagle's perspective 当我有这个眼光 我的心 很快就饶恕它了 马上就饶恕它了 and because I have an eagle's perspective very quickly you know in my heart I start to forgive him 第二天 我就在教会遇到他 and on the second day I met him in church because we need to go to a practice it was a Christmas practice 还没有进到教会之前 before I step into the church 我已经知道了 那个晚上 我一定遇到他们两个 and I know that I will meet both of them tonight 我很紧张 耶稣我不懂 我会什么反应 I was very anxious I said God I don't know how I would respond so我就看着你 你给我力量 I said God I will look at you you give me the strength we can accept our husband we can accept our children we can accept your wife 开始看到的 就不是那个司马小事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see are all not all those petty petty things we need to face it 所以我们是老鹰 therefore we are eagles 老鹰在面 鸡呢 在面对做大山的时候 and the chicken 面对做大山 when he faced with a mountain 大汉山很高 金纳巴鲁山很高 so he saw this the KK the KK mountain is very high 那个鸡要爬多久啊 so if the chicken want to go up the mountain how long does he take this mountain is so big how can I climb this mountain so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a lot of energy to climb over the mountain some people you know halfway you know they die the chicken that is able to actually climb over the mountain it must be a chicken that is very tasty 爬山鸡啊 mountain chicken mountain hen so if you die you know we can do anything what about eagle when the eagle sees this mountain KK how does it go over there is no stress just very easily and also very happy and also very happy very it's so full of freedom that the eagle is able to fly across Amen this is eagle 神要我们过这个生活 and this is the kind of life that God asks us to live in 可以飞过挑战 飞过问题 that you are able to soar abo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不是没有困难 it's not that there is no problem 而是用不同的方式过 but rather you live in a different manner 所以老鹰 可以飞越高山 and eagles are able to soar across all the mountains 我教会有一个姐妹 there was a sister in the church 她的丈夫几年前 就患了躁愈症 the husband suffered from anxiety a few years ago 她处在低潮期 and she was very depressed 她丈夫很低潮 but the husband was very depressed 她每天关在房间 要把窗帘拉到暗暗 然后不敢去公司 她是老板 不敢上班 然后就一直关在家里 he locked himself in the room you know he draw all the curtains leaving the dark and he's a boss but he did not go to the office 然后她要老婆 在那个暗暗的房间 陪她在那边蹲 and he wants the wife to be with him in the dark room 只有做饭的时候 去做了饭 拿饭进来 她在那里 就在里面 一直在里面 一直在里面 and the wife only need to cook for him and bring the food for him and then they will be in the dark room 她太太不敢出门 the wife did not go out 因为她老公 会常常讲 要去自杀 because the husband will always say that he will commit suicide 她太太如果要出去 在孩子读书 就很担心 那你回来过后 老公还会活着嘛 the wife and the wife have to send the children to school the wife will come back you know, very anxious because she don't know whether he will commit suicide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不敢安心睡 她的手跟老公的手 要绑在一起 and when she sleeps at night you know, she will tie her hand together with the husband's hand 她想说 如果老公半夜起来 拉一下 我就会起来 怕半夜 老公拿刀杀掉自己 because she's afraid that the husband will commit suicide and therefore if the husband get up in the night then she will be awoken too 这样的生活容易过吗 and this kind of life that she went through it's like a mountain that is so big so how long more how long more we do not know so like a chicken say no how long more have to climb this mountain how long more do I need to get over the mountain you know, you will actually have a breakdown easily and the sister learned to wait upon the Lord 所以圣经说 等候耶和华 就重新得利 the Bible says when you wait upon the Lord you will be renewed in your strength 她等候耶和华的时候 神就开始跟她讲话了 and when she wait upon the Lord 神就教她 你不要再看 你丈夫的病 开始数算 每一个 的成长跟进步 and the Lord said do not focus on that sickness but be focused on every progress 她就开始了 开始看她 有什么进展 and she starts to focus on the little progress 今天我丈夫 想要吃面包了 感谢主要吃面包了 今天我丈夫 会跟我女儿 讲两句话 感谢耶稣 讲两句话了 感谢耶稣 今天我丈夫 走到那个餐桌上 来吃午餐了 感谢主 今天我丈夫 肯给我载他出去 转一圈回来 这样子过生活 有没有不一样 所以当你生活 这种生活 会是不同的 丈夫还在病 可他的心 就没有那么沉重 但当你生活 这种生活 你不会不会 那么重心 他开始每天看到 神做的事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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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感谢神 一点 一点感谢神 两年后 他老公就好了 完全好了 不用再吃药了 医生讲 好了 不用来了 他可以从 家里面走出来 在教会里面 火热地服侍主 然后可以回到公司 开始上班了 他的人生观改变了 以前做生意要赚钱 所以很压力 现在他做生意 是要赚人 有没有赚到钱 不要紧 我就是要跟他 建立关系 跟他做朋友 我要把他赚到 耶稣的面前 他就做得很轻松 然后他开始感觉 在他的业务 没有 没有目标了 他目标就是 跟人间的关系 他的目标 是建立关系 能不容易 开心 他真的很享受 所以他享受 什么他做 生意会不会好 所以他的业务 变得更好 他本来是做 马来西亚 他现在开始 做国际了 现在他可以 跑不同的国家 生意变大了 然后他的业务 变大了 然后他可以 去很多国家 好了 阿们 这个姐妹 面对这个山 这个姐妹 她如果要过 一个鸡的生活 一定很苦 如果她活着 像鸡 她已经受苦 可能不止两年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都可能过不来 可能不止两年 可能五年 十年 三年 都可能出不来 但她开始选择 我要成为一只鹰 上帝带她飞过 同样丈夫有病 但她的心情不一样 而且过得很快 两年就过去了 她成长 她丈夫也成长了 这个叫做鹰的生命 所以你要过一个鹰的生活吗 太久忘记要了 一直做鸡的生活 现在要过鹰的生活了 我们就会享受自由 享受满足和喜乐 当我们生活成为鹰的生命 我们会充满的幸福 然后充满的幸福 像这个姐妹 度过这个苦难的时候 她里面有的是 她经历完的过后 她得到的是满足 喜乐和自由 像我被男朋友甩了过后 当我选择 等候耶和华 重新得利 如鹰展翅上的 我得到的就是什么 满足 喜乐和自由 所以当我们选择 想起 记得我们是鹰的 我们过那个生活 那个生活是一个很好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开始学习飞 在飞着的人要继续飞 已经飞的人要继续飞 还没有飞的人要开始飞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是属天的子民 所以你要怎样活出 那个鹰的生命 如果你忘记了 你一直在地上活 你一直跟鸡活在一起的时候 你现在开始记得 你要向上看 那个老鹰想要飞之前 他第一个一定要先抬头 孩子忙着找食物 他就忘记他是老鹰了 一直在看钱啊 看人啊 看环境啊 他就忘记他是老鹰了 所以一定要第一个要记得 头抬起来先 我还有神 我还有耶稣 把头抬起来 仰望耶稣 信心创始成终的神 头抬起来 我们就有一个渴望 我要飞 然后老鹰要怎样飞呢 你看老鹰飞 有没有这样子飞 就是这样子 然后很努力的 甩着旁边 甩着旁边飞的 老鹰这样子飞的吗 他怎么飞的啊 他怎么飞的 他只需要脚抬起来 很容易的 没有挣扎的 你不用流汗的 你不用流汗的 是那个风把它带上去的 所以我们要过一个老鹰的生活 不是靠你的努力 很努力要改变自己 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当你抬头的时候 在看 在等 等什么呢 等风 等圣灵的风 他也都看 等圣灵把神的能力 神的启示 赐下来 所以等候耶和华 就重新得力 但你在等的时候 就是等神你给我力量 你给我眼光 你叫我怎样看 你对我说话 他就给你一个提升 他就把我们提起来 所以不是我们的力量 是神把我们抬起来的 圣经说 他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 他把我们抬起来 不是我们的努力 他把我们抬起来 所以我们等候神 神就会对我们说话 神就会为我们开路 神就会给我们眼光 看得远 看得准 看到看不见的事 所以你要 被风带起来 你要做一件事 一定要什么呢 打开翅膀 他把翅膀打开来 才可以飞 我们没有看老鹰 就是背一个LV bag 然后拿一个厕所 然后牵一个孩子 拿一盘食物 咬一个鸡腿 你没有看过这样的老鹰 飞不起来的 我们想飞 可是我们就抓住这个 又抓那个 神这个不要动啊 这个我也要啊 神带领我 可是一定要新加坡的 因为新加坡钱比较高 抓住新加坡 飞不了 神你帮我找一个好老公 可是要够高就帅的啊 不要那个矮矮凸头的 不要啊 Uncle要不很帅 你看 你抓东西 你飞不了的 耶稣 给我孩子没有压力 耶稣给我的孩子健康 让我的孩子健康 给他喜乐 可是考试要拿八个A 但是你还要拿八个A 抓这个抓那个 你飞不了 如果你抓这个 你不可以缺 一定要打开吃饭 你必须放开双手 就是毫无保留 我什么都不要抓 你才可以飞 你抓什么你就飞不了 在我女儿出生六个月的时候 我女儿就长了一粒大肿瘤 在她的颈项 我看了一个月的医生 吃两多药 做了很多都没有好 有两个很资深的医生 告诉我说 你女儿这个她摸了 讲说这个很严重 你要赶快找医生开刀 不然很危险 我心里就有点 沉重 我就来找神了 我问神怎么办 他说 神怎么办 我要带她去哪里 我不认识什么医生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也不懂她进去 要不会出来 我不懂神怎么办 他说 神怎么办 我没有认识 医生 我没有认识 神就问我一个问题 think God asked me one thing 女儿是谁的 your daughter belongs to who 就讲 女儿是神给的 is given by God 神就问第二个问题 and then the second question 我可以收回来吗 can I take back what I've given to you 这个就有点大到 我心有点痛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feel painful 可以拿回来吗 can I let God take her back 这个痛就叫保留 so this pain was real and this pain is a reservation 有些神就是 这个我可以要吗 痛 那个就是我们的保留 so when God poke us and you feel the pain that is reservation 我可以拿掉你的钱吗 会痛 就是保留 can I take away your money you feel the pain that is reservation can I take away your job that is reservation so can I take away your job and you feel the pain and that's reservation can I take away your health and you feel the pain and that's reservation 没有保留 就是全部都给耶稣 and no reservation means everything is given to God so当耶稣问我的时候 我是有痛的 and when God asks me I feel the pain 可是我就跟神讲 神 我要向约伯 then I told God God I want to be like Job 约伯说 赏识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Job says 他更厉害后面讲一句话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成熟的 我说神 你收回我女儿的话 我也要选择感谢你 放双手 你要依她也好 你要拿去也好 我都感谢你 这叫放双手 当我一放双手 我的心就平静了 我就知道 不管是什么情况 都是好的 神一定掌管都是好的 他让她活下来 他就要教我 怎样养育她 如果神把她拿去 神顾 一定比我顾好 不管她可以留多久 神决定 我就放双手 这叫毫无保留 当我们可以毫无保留 我们才能够看得高 看得远 我们的心才能够自由 满足和喜乐 这就是毫无保留 要活一个硬的生命 很简单 就是不要保留 我如果抓住我的女儿 我就飞不了了 我女儿好 我就开心 我女儿不好 我就伤心 我飞不了 我在地上 所以我们抓什么东西 我们就飞不了了 神要我们好保留 要我们经历 那个自由跟喜乐 神不是不爱我们 是很爱我们 所以我们完全交给他 但我们放双手 所以接手 神就接手 但我讲神 我的女儿 不管活还是死 我要感谢你 这个祷告完了过后 两三天 我女儿这个种就消掉了 到现在我也不懂 为什么会消了 可是我懂 这个是神给我的考试 神考我 毫无保留 神懂我还是爱我女儿 所以祂就考这个考试 给我放下我女儿 所以现在她还活着 可是我已经心里准备了 她什么时候离开 可能即使比我早 离开 我还是会感谢耶稣的 因为她是耶稣的 因为她连接耶稣的 阿们 阿们 毫无保留 我们就不会受影响 如鹰展翅上腾 阿们 毫无保留 我们就会舍弃 我们就得放下 我们的感受 放下我们的伤害 放下我的银行户口 放下我们的孩子 放下我们的要求 放下我们期待 可以舍弃 我们的决定就会很清楚 我们的决定是为耶稣 为别人 不为自己 因为当我们毫无保留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清楚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 不是为自己 是为耶稣做的 为别人做的 因为当我们没有保留 我们就不会做的事 我们就不会做的事 但它是为耶稣 为别人 这样子会怎样 你就会有喜乐 然后我们就会有喜乐 那你可以放双手 交给耶稣的时候 你为耶稣 为别人 你一定有喜乐 所以放双手 不是放弃 放双手是交托 交给耶稣 他掌管 考试100也好 36分也好 无所谓 神掌管 孩子当医生也好 当什么都好 神掌管 当我可以放手 我就有喜乐 我教会有一个妈妈 我教会有一个妈妈 她对孩子的成绩要求很高 她孩子也很聪明 可是因为要求高 就跟孩子有紧张的关系 而因为这个预测 孩子很努力 她刚儿子考完SPM的时候 成绩很好 全部10个都是A 所以她妈妈讲说 你成绩很好 你要当医生 所以妈妈说 你得到好结果 你必须要成为医生 儿子要怎样呢 我就是不要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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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听你的 所以妈妈要她当医生 儿子就是故意 就是不想听你的 看着这个世上的决定 我们就会吵架 这个妈妈 她就被提醒 她提醒说 我要讲成一个好妈妈 我一定要学会放手 所以她就被提醒了过 就写了一个信息给儿子说 儿子对不起 妈妈刚跟你吵架 跟你冲突都是我的错 我现在从此以后 会支持你 你要选什么都好 我一定会支持你 妈妈很爱你 就是写了一篇信息给她儿子 妈妈给了儿子一个信息 她说 我非常抱歉 我学习让他离开 你什么都会做 我会支持你 我爱你 然后她就送了个信息给儿子 她说 放手 这是叫让他离开 她放手 就是为了儿子 是为了耶稣她做的 她不想要 失去这个儿子 她相信耶稣 会掌管这个儿子 所以她放手 就是为耶稣 为别人 没有为自己了 上帝有没有做功啊 很奇妙 在同一个点 在她儿子身上 他儿子其实也不懂 前面要读哪里 他不知道要选什么 他就跟耶稣祷告 喊耶稣 如果我母亲 跟我的关系和好 我就读医科 所以他妈妈 家里面有喜乐 所以我们讲放手 并不代表你会失去 可是放手代表你信得过神 神要给不给都不要紧 我们就有喜乐 这叫鹰的生命 所以要活出的鹰 你要可以放手 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操练 因每一次要飞的时候 在空中 一定是一个信心的操练 开始不是那么有信心 飞矮一点 你越操练就越敢飞 越高越高越高 你飞得越高 你的满足跟喜乐越大 所以神会从一点点的事情 开始操练我们 放手 你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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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你就放 你就经历一点 再放 再经历一点 再放再经历一点 就信心相信 我的神会掌管 你要过一个硬的生活吗 我们要活出硬的生命 我们要活出硬的生命 不要再被魔鬼骗了 我们不是鸡 所以我们不要每天 祷告都求地上的事 圣经说 不要求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个是外邦人求的 圣经说 你们要先求 我的国和我的义 这一切都要加给你 就是说 你要做因 先求神的事 为了说 神我要讲看 神我要讲做神 你怎么想 我要怎么想 先求天上的事 当我们一看准了 我们就懂得 怎样去处理地上的事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要 重新得利 你没有力 就来等候神 因为这个是 祂的应许 我们等候祂 我们的眼光 一定会被改变 神会让我们如荫 展翅上腾 神会让我们如荫 展翅上腾 环境还是不好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高 看到远 我们可以活出自由 喜乐和满足 好不好 帮我们站起来 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神 让我们要这首歌 做我们的祷告 从一个信心的宣告 对你的心说 我是一只老鹰 神给了我祂的生命 我要活出老鹰的生命 我不要再跟世人一样过自己的生命 我的神会带我起飞 让我们请向神祷告 我们向神祷告 哈勒雅 使得住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宗担脱去一切惨累 为父神造我的荣誉心向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神知道我们心中的渴望 神知道我们心中的渴望 来离开我的渴望 来寻找神 来寻求神 放下宗担脱去一切惨累 为父神造我的荣誉心向 渴望 在你身上的我目的主 主 你是掌管一切的主 祂的慈慧无法扯渡 毕发的他只能力软弱的 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 比重新的力如意战事上谈 翱翔在神的国度里 飞跃所有艰难和锋芒 淡淡促使你荣耀保重 如意战事上谈 好想在神的国度里 领受圣灵很高和大的 我做美好只有你风采 永在地下创造万物的主 使得我们的神他是权力的神 祂是掌管一切的主 是可以信任的神 祂能力软弱的 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 比重新的力 如意战事上谈 好想在神的国度里 飞跃所有艰难和锋芒 淡淡促使你荣耀保重 如意战事上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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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在神的国度里 如意战事上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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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在神的国度里 如意战事上谈 好想在神的国度里 好想在神的国度里 如意战事上谈 好想在神的国度里 好想在神的国度里 领受 圣灵恩高和大能 我从美好 自由以风采 领受 圣灵恩高和大能 领受 圣灵恩高和大能 领受 圣灵恩高和大能 活出美好 自由以风采 我感受到当中有一些老鹰 我们的翅膀可能受伤了 我们的脚可能扭伤了 但不要因为受伤了就停止飞翔 不要因为受伤了就不再飞了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圣经说 疲乏的他要吃能力 软弱的他要加力量 带着你 不管伤口多少 等候耶和华 神就要使我们重新得力 神会带我们展翅上腾 神会改变我们的眼光 神会让我们开始可以看见 从祂的眼光来看 从祂的角度来看 神会有办法使我们重新恢复 你可以再次地展翅高飞 你可以再次地跟神一起翱翔 你可以再次地经历 那个自由喜乐和满足 今天这个下午 我特别感受到当中有一些人 跟神求 因为神在你生命当中 给你的生命 是一个老鹰的生命 老鹰的生命 不会满足在 停在地上 神要恢复我们 再次地恶像 在你各自的位置上 你各自祷告 每一只老鹰到主的面前来祷告 每一只老鹰来跟神说 我要等候你 我就能够重新得力 我要如影展翅上腾 我知道我是老鹰 我不是一只鸡 我不是一只鸡 我今天要选择 要活在这个天上的生命 主 圣灵 你带我起飞 我放下一切 就是要得着你 我过去以为有益的 在地上我看着 是对我很重要的 我觉得很美好的 主 为了天上的生活 我要放下这些当作有损 我要得着你 这些我都愿意放下 老鹰们在你的位置上 你各自祷告 当我们聚唱的时候 你就开始各自祷告 因为神听见了呼求 神明白你的渴望 神要带你再次的翱翔 因为神要给你这个满足 神要给你这个自由和喜乐 所以老鹰们不要停下来 不要停下来 再次的向上看 再次的起飞 圣灵要带领我们 在神的国里面翱翔 找到满足 找到喜乐 那你会找到喜乐和满足 老鹰们不要停下来 不停下来 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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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不停下来 当我们唱的时候 你就祷告你 信心的各自宣告 这个就是我要的生命 你唱这首歌 继续承认识 吉祂说 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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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想 祂说 祂说 祂 Mcπο父 心 dusty 兵 Ming 気יי Hare n держ ook 祂说К娇献 廖宫 压抑衫 制 Veeret 鼓堵 和书ками 培圾 靠岩 鼓堵 忠祝 约堵 烛esc 无意坚持神的方向在神帝国度里 为我们守着神的恩宝和母亲 为我们守着神的方向在神的国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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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恩宝和大能 我祝美好自由的风采 神的恩宝和大能 我祝美好自由的风采 祝美好自由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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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放下一切 靠着圣灵 展翅高飞 风浪高山在我底下 耶稣你与我同行 你是我的引导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 你的眼光 让我看见 看不见的事 耶稣 我把我自己 完全地交给你 恢复我 更新我 医治我 充满我 让我再次得力 我要如鹰展翅上腾 谢谢你耶稣 给我这个恩典 给我这个力量 靠着爱我的主 在这一切世上 我是得胜有余的 赞美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谢谢你耶稣 也是我祷告你赐福 每位弟兄姐妹 祝我祷告你 开我们的眼睛 把我们每个回到各自的家中 主啊 让你不断地提醒我们 让我们花时间 等候耶和华 我们就肯定会重新得力 我们要过一个 跟世界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 谢谢你耶稣 带领每位弟兄姐妹 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祷告 可以来他一起 我们可以祷告 如果你想认识这个耶稣 接受这个耶稣 你也来他一起 我们可以祷告 谢谢大家